大家好,我是虎威科技的市場部經理,我是張偉恆 那今天我在這邊所展示的是我們公司所開發出來的 智慧型Online監測系統GM3S 那它的話,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我們的 這是一個我們軟體的監控畫面 對於我們所提供大家是一個預知保養的系統 那所以呢,今天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客戶在這一個運轉的設備 它可能是一個馬達,可能是一個Pump 那本身的話,我們在監控面板上面 我們可以直接去看到它現在所顯示的一個它的振動量 那如果呢,它的振動值太大太小的時候呢 而我們都會去透過燈號的方式來提醒你說 它可能有問題 那當你今天知道有問題之後呢,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我們就可以進入到我們的整個趨勢的畫面 在透過趨勢的列表上面,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可以知道,我整個設備它的趨勢變化 我們可以知道說,它慢慢的越來越有問題 那在這個同時呢,我們還可以做一件事情 我們還可以去做診斷分析 那我們在做診斷的時候呢,我們下面 我們知道振動裡面,除了它本身的振動量以外呢 還有一個是它頻譜的分析 我們可以做過頻譜的分析 兩個時間點的對照比較 我們可以知道它是哪一個部分增加 哪一個部分出了問題 那因此透過這個方式呢 我們就可以來做為設備診斷 當我們知道設備診斷之後 然後我們另外的話,我們也可以直接去做一個粗暴表的動作 我們也可以提供一些跳脫的設定 讓客戶呢,我們可以去 針對我們的設備,可以去達到一個預測性的保養 是 那這個部分的話,是我們針對我們設備的基本的介紹 目前的話,其實大部分的國內的業者 其實認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在設備快要壞掉的時候的停機保護 但實際上呢,這一個事情 其實就如同癌症末期一樣 它是一個最危險 最不願意去遇到的一個狀況 那所以呢,就像我們人 我們不希望我們在癌症末期的時候呢 我們才檢查出來 因此我們會希望說 我們在前面的時候,我們去做健康檢查 在我初期問題的時候 我都能夠去發現它,盡早根治治療 那另外又有一些人認為說 我可能在保養的部分 我是定期性的保養 就好像是我的車子里程數到了5000公里 我就換機油 但是實際上在我們的設備上面 工廠上面有各式各樣的狀況 那我們是不是這樣定期的保養 第一個,它這樣子是不是 就真的能夠達到保護的部分呢 第二個是 是不是我其實可以隔 不用這麼快就保養 我可以實際看到它真實的問題我在保養 所以因此在預置保養裡面 它所強調的事情有兩個 第一個是,今天我希望我能夠完全 完整的去看到我設備的趨勢變化 我能夠預測它大概什麼時候會損壞 什麼時候會出問題 我可以從容的去安排維修廠商來做維修 我不需要到它突然出問題的時候 大家手忙腳亂的去想說 到底該怎麼辦 備料的問題 準備的問題 安排人力的問題 這是會使大家非常的有壓力負擔的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 我也可以透過在診斷的部分 我可以針對它的問題的部分去做維修 我不用把整台馬達整個通通的拆掉 如果今天我可以知道它現在問題就出現在主軸 那我就去維修主軸那一塊 我就去換那個位置 基本上我們在整個成本上面 跟效率上面都可以增加 這是維支保養我們希望能夠達到的效果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所搭配的靈滑的是它的MZM100 那靈滑呢 它其實在它的擷取器上面 其實做得非常的不錯 那它的不管是解析度 它的頻寬上面 其實都是有很高的規格 那所以在這邊的話 我們搭配它們硬體 我們可以呢 這邊有一個我們實際的案例 當然說現在距離比較遠 那沒關係 我在這邊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因為呢 客戶是有保密的問題 所以我不方便直接說它是哪一個公司 但是在一個石化廠裡面 它的一個EVA反應爐 那它裡面呢 有一天客戶 他就在透過我們的監控器 他發現說 它的問題已經亮了黃燈 已經在警戒了 當他進去看的時候 他發現 我的一倍頻 我的主軸頻率那邊 一直在往上升 一直在往上升 透過我們跟旁邊加速度的比較 我們就知道 它是主軸劣化所產生的問題 因此呢 我們這邊他們就安排維修廠商 在一個時間內去做維修 維修完以後呢 我們看到它整個震動值降了下來 並且呢 它的主軸的問題 主軸的頻率也整個降了下來 代表說它今天所維修的部分 跟我們所希望達到的目的 是吻合的 今天它的設備 就可以持續安全的運作 這是一個我們實施的一個案例